如果我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它装返了 你们很多人一定会说我哗众取宠 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有很多人都这么说 而且事实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跟很多咱们中国传统建筑的朝向是不一样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装返呢 那么现在帅跟大家来聊一下 那么帅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碑文的这一面 拉个镜头 大家看一下 是写碑文的这一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呢 还是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字的这一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呢 其实突然间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懵 到底是写碑文的这一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呢 还是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字的这一面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呢 我相信你们很懵啊 我可以说一下 是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这一面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啊 首先呢 你如果按照这么一个 这个位置朝向的话 那么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它就是坐南朝北的 那么尊所周知啊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它是位于北京郑州县上 那么北京郑州县上的建筑啊 从古到清朝末年 所有的建筑 只要在北京郑州县上的建筑 它一定是坐北朝南的 比如说啊 后边的天安门 以及天安门后边的故宫里面 位于郑州县上的所有建筑 全部都是坐北朝南的啊 比如说什么太和殿啊 太和盟啊 皇帝住的乾清宫呀 这些建筑啊 全部都是坐北朝南的 那么实际上 刚开始设计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 他也是按照坐北朝南的这个设计来设计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要装反呢 啊 包括我们今天你们去北京的明日斯坦林 清东林清西林 包括南京明孝林那些很多碑 他实际上也是坐北朝南的 为什么唯独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要反过来呢 啊 是不是跟很多传统建筑不一样吧 而且他位于北京郑州县上 是不是 那究竟为什么要反过来呢 要把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就正面朝向天安门呢 这是因为啊 当时设计的时候 那些设计组啊 他们就知道 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流啊 主要是从 我身后 天安门前面是有个长安街啊 主要是从长安街上来进入天安门广场的 所以呢 为了方便人民群众 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 能看到 第一眼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 就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 而不是看到背面 所以呢 就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反传统啊 把它调了个个儿 然后让他的朝向呢 就成为了作南朝北的这么一个朝向啊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游人参观 所以呢 就把人民英雄纪念碑装成了作南朝北的格局 也就是相反的这么一个朝向啊 那这就是装反的原因 行 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我是帅 目前呢 正在游戴中国的名声古迹 我的梦想是欢迎世界 爱你们梦的 拜拜 拜拜